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好嘛 欢迎来到下期 我是多多爸 看过这则广告的朋友们请打1 没看过请打2 下方留言 这些打1的小伙伴我恭喜你们 这什么呀 恭喜你们 保密这项工作以后你们可能做不了了 我以为说你暴露年纪了 开什么玩笑 这个梗多老 他就懒得用 想知道为什么不能做保密工作了吗 看一下 爸爸 这是我们的秘密 好吗 好的 秘密都守不住还做什么保密工作 啊 我已经把今天的主角准备好了 今天我们就盲测6 呃 这个好像不是这个 法国的6种口味的奥利奥法 看一看他们哪一个 更好吃 今天 我们将采用一个 全新的 且全球最著名的 风策标准 奥运会标准 太高更快更强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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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是是是 这个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都叫他保护的 多多妈说 这三个都不是 今天的盲测标准是 全球统一 经过90612345 国际认证 单独系出 1685 奥利奥运动会减称奥运会的 卑易指定动作 永逸女 甜 甜 胖一胖 介绍一下今天的参赛选手 双层奶油奥利奥 原味奥利奥 金色奥利奥 也就是无巧克力奥利奥 花生酱奥利奥 黑巧克力外皮奥利奥 白巧克力外皮奥利奥 那么就让我们的牛奶登场 开始我们今天的盲测 你觉得哪一款的最好吃 原味的 我猜双妹奶的最好吃 看到没有 这个怎么样 牛一牛 什么谁发明的吃法 我再问我一天 我猜花生酱 3216分 国际统一标准的多 都是甜 装成奶油 要厚啊 能吃一块厚 好 吃不吃吧 没有 你装的也好吃 嗯 3217分 很大一匹 口碗也挺好吃的 嗯 看一会儿 不知道是白的 还点黑巧克力 反正小白的这一倍 321600 嗯 这个是花生酱吗 第一个 第一个我不知道 这个好吃 嗯 这个是花生酱的香味 三二一 二三 这个是花生酱的香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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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了那个双层奶和花生酱的 一下能菜出来 那两个原味的和那个金色味的 基本吃不出来 3217分 刚才那个是什么 刚才那个是原味的 原味的 它第一个就是金色味的 嗯 猜不出来 口感最好的其实就是这 这两个带外皮的这个饼 我觉得我喜欢这种外皮 好甜啊 嗯 好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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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人还可以少这个菜 花生 5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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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甜了 太甜了 不好吃啊 哦 该喝点奶 好像这两个口感比较好 看起来有那种让人想吃的预防 但实际吃起来不是特别好吃 我吃那个花生酱就好吃 因为花生酱香味 你吃哪个好吃 我喜欢 你喜欢原味的吗 你喜欢原味的吗 我也是喜欢原味的 奶味 其实双层奶味其实也挺好吃的 左边是双层奶的 右边是软辕的 本期到聊法国全系列测评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请给我点赞转发订阅 三连鸡 由于豆豆最近腿崩了 就不上来跟大家拜拜了 好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